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收看在 天津举行的 东亚运动会乒乓球 女子团体 第一阶段小组比赛 小组的是 A组争夺 小组出现的一场比赛 是由中国香港对中华台北队 那么大家看到 第一场上场的运动员呢 是来自中华台北的 郑一静 对中国 香港的五颖蓝 那么女子团体 在A组 中国队呢 是应该说是提前出现 两个三比零 一个是三比零战胜了 中华台北 三比零战胜中国香港 两连胜 今天呢 中国队是对中国澳门队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华台北对中国香港比赛的 第一盘比赛 中华台北的胜一静呢 应该说也是中华台北队 乒乓球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号单打 这个选手呢 在今年的国际拼天职业巡递赛 中国公开赛上曾经战胜了 中国新生代的小将朱雨凌 而那场比赛呢 我们也做了转播 可能大家呢 还会有一些印象 另外中国香港的五颖蓝 大家看到穿 红色上衣的五颖蓝 在今年 她是获得了国际拼联职业巡递赛 两战公开赛 21岁以下的 比赛的冠军 这也是一个非常娇人的成绩 好球 东亚运动会的比赛呢 今天呢 进入到了第二天 昨天一天呢 是小组比赛的第一轮 大家知道团体赛呢 一共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 分为两个组 每个组是四支队伍去 小组的前两名 然后第二阶段呢 是进行交叉的淘汰 也就是说在A组的第一 将会在第二阶段 晋级到前四名之后 对B组的第二 那么这样交叉淘汰 淘汰打半决赛 直到产生冠军 另外东亚运动会呢 在团体之后呢 还将进行五个单项的比赛 五个单项呢 是每个鞋 学会每个国家和地区呢 将抱两个男女单打 来参加比赛 那么剩下的混合双打和双打呢 将会有两对选手 就是每个国家和地区 有两对选手报名参赛 一共是比赛呢 各单项是16个位置 直到决出冠军 上来呢就淘汰 没有小组 6-4 孔颖兰呢 应该说也是中国香港队 努力打造的一个年轻的选手 这个运动员的技术特点呢 他主要是以高质量旋转强为主 很有劲 刚才呢我也和这个 中国香港的老将江华军 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他特别说到这个吴颖兰呢 力量很足 特别有劲 说到两支队伍的整体实力 如果在以前 就中国香港的那些老将没退役 像林宁啊 帖亚娜呀 张瑞啊 包括江华军像这一代人 他们 对中华台北队的时候 他们是有绝对优势 但是现在呢 只有一个江华军带领着李浩琴 吴颖兰这样的年轻运动员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 应该说 胜负难料 而这两年呢 也随着中华台北女队的这种崛起 包括像郑一静 她的世界排名在二十几位 二十位左右 所以也有着明显的进步 那么中华台北和中国香港两支队伍的整体实力 就更加接近了 好球 反手在进台 当对方没有质量的时候 反手也可以加旋转加速 那么给大家介绍 这场比赛呢 是争夺小组第二 也就是争夺小组出现的一场决赛 好球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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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颖蓝 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二局的比赛情况 上来就把这写错了 面对挑战以完美一面应战 有行 菲利普电动T恤刀各行其道 请不吝点赞 开心世界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我看到你在巴黎 全新DS5 非同反响跨界领航 第一局的比赛 应该说香港的中国香港的本土选手 吴颖蓝呢 他是敢打敢拼在场上 有一些 这种很有锋芒有气势的球 所以呢让这个 郑一静呢 好像有点措手不及的那样一种状态 但是呢 应该说从比赛的经验 和整体实际上来看 综合能力上 那么郑一静呢 还会在接下来的 比赛当中呢 有更多更全面的发挥 二呼 四 那么通过昨天一天 东亚运动会乒乓球的整个团体的情况 男子团体A组 中国队呢是上演了青春风暴 我们看到全部是年轻的青色的年轻小将 延安 樊振东 周宇 他们分别战胜了韩国队 中华台北队 也就是说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 所以在这个男子A组小组呢 今天就是说韩国队和中华台北队 将会争夺一个出现的席位 那么中国队呢将会和蒙古队相遇 那么在B组男子 这组呢是比较乱 因为日本队呢是1比3赋予了朝鲜队 3比1又战胜了中国香港队 这样他是一胜一负 而朝鲜队呢他是两胜 朝鲜队昨天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 战胜了日本队和中国澳门队 这样朝鲜呢是两连胜 但是今天朝鲜将会对中国香港 而日本呢将会对中国澳门 那么整体上如果日本能够顺利战胜 中国澳门的话 日本还是很有可能出现 另外就是说朝鲜队 朝鲜虽然是两连胜 但是如果今天输给中国香港的话 他也是两胜一负 所以这个组是比较乱的 那么中国澳门呢在这组当中 相对实力比其他几个队伍 稍稍弱了一点 女子呢就是A组的情况 就是中国队两个3比0 战胜中国香港中华台北 这样的话基本是提前锁定第一 今天就是大家看到我们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现场直播的这场比赛呢 就是争夺小组第二的比赛 好的 小组第二呢就是由中国 香港对中华台北来 争夺一个第二的出现的席位 另外就是B组 B组呢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 那么日本队呢现在是 基本上是提前锁定出现 因为他两胜 他不光是三比一战胜韩国 三比一战胜朝鲜 这样他两胜 今天呢他队是蒙古 蒙古队呢在整个这个小组赛的 整个乒乓球团体 女团上实力还是稍微弱于其他的队 那么另外就是韩国和朝鲜 这两支队伍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他们将会相遇来争夺一个小组第二出现的席位 所以今天啊这女子团体团体最精彩的两场比赛 一个是中国香港对中华台北 另外就是韩国和朝鲜来争夺出现的一个比赛的席位 9-5 9-5 9-6 9-6 9-6 6-10 我们也看到郑一静啊 中国中华台北的这个小将 他应该说从整体的技术上 他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 他的位数少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他和朱玉玲的比赛 打的应该说朱玉玲也是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发挥 但是呢他的基本功在场上 不管是在比分 打成什么样 他都能够有多板数的能力 那么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情况 前两局呢是打成了一瓶 活着不为应和别人的期待 身心俱疲 也要继续向前 保持好奇 着迷于未知 探索武器的边界 让我心潮澎湃 我是新探索客 探索永不停止 The North Face 体育新闻栏目 由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体育 酱香典范红花狼 联合特约播出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第三局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无论是中华台北还是中国香港队 他们的年轻运动员 其实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和成长 只是这个进步成长的脚步 他们的步伐 没有像中国队的新生代球员 这么突出 这么明显 比如说像男子的樊振东 朱宇 还有女子的朱宇玲 陈梦 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在进步 但是相比中国队来讲 他们的步伐 比他们要慢一些而已 第三局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二局 第一局 2-3 3-0 4-3 所以今天不知道中华台北的郑一靖 他还能不能发挥出 像中国公开赛和中国的朱玉玲 打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技术水平 因为比赛的形式不同 还有他的对手不同 所以这个乒乓球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运动 就是当你的对手是五颖篮的时候 你会发挥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如果对面站的是李小霞 你又能发挥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它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大家看到就是这两位选手 应该说都是横拍 两面弧圈 主要是一打实地球为主 那么通常这样的打法 如果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 技术水平和层次的话 那么这样的打法呢 他非常的怕变化 怕突然 怕偷袭 怕找不着点 找不着 击球时间 这是一个容易 就是出现的问题 除非你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很高的层次了 H3 你能够破解这些问题 但是像大家看到的 正一镜也好 无影蓝也好 他们可能还达不到那种最高水平 所以通常这样的选手呢 他比较怕变化 比如说对方的这种打法不规律 忽长忽短 经常会有技战术的变化 所以这样他找不着点 他想打多板数 打回合 那么他就容易出现 大面积的失误 所以我想呢 就是看无影蓝也好 正一镜也好 他们两个选手 今天谁能够打的更技巧 更让对方难受 多一些前三满 或者相驰当中的 落点上的一些变化 就有希望胜出 这样无影蓝拿下第三局 现在2比1领先 稍后呢 将继续为您带来第四局的比赛 好好的 好好的 我这一人头也不是上校还是什么 真棒 真棒 路有多远 只有心知道 最美的旅程 最美的旅程 是不断的经历 坚持走下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让心灵 进入一个更纯粹的世界 新BMWCIOI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每个人心中都有极限 面对它 挑战它 超越它 超越它 面对它 就是心目 巧然 超越它 5颜鹿 招数 2二 对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介绍第四局的比赛 2二 1招数 1-0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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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巫盈岚是反手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敲击技术 这个弹击技术 他必须要对上对方的节奏 而对方的旋转不是太强的时候 拉过来不是很转 这个球用手腕 一个弹击 得分 2-3 3-1 3-1 3-1 2-2 1 4-2 3-2 3-2 3-2 2-1 1 2 2-1 5-2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到这两个选手呢 就是穿红色上衣的中国香港的吴颖兰呢 他的球比较凶猛 也相对于 郑一静来讲呢 他可能更年轻 更有冲劲 他的球 但郑一静呢 他比吴颖兰要老到一些 所以他今天的比赛呢 有些球呢 他用更多的旋转 更稳健的一些方法 来得分 那么女子运动员的比赛呢 就像这两位选手 通常来说呢 回合是不少 但是呢 他们容易出现就是 正手运用的比例和正手杀伤力的球 过少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 他们 用正手 用步伐来寻找机会进攻 大家看 吸短 就用正手 他要 需要条件的 需要你的判断 你所创造的 创造的机会 你的步伐 你的手法 还有你对球的预判等等 那么一旦你侧身了 你拉不出 应该有的 这种 力度 和质量 那你的风险就非常大 等于侧身的 毫无意义 用正手也没有太大价值 所以 这种球少了之后 就更多的都是相持 大家就拼 看谁的回合多 谁的基本功 更扎实 谁不失误 然后呢 在前三板能够 发球接发球上 更细致一些 那这球就基本上 是靠这些东西来 赢得比赛 这是中国香港女队的主教练李靖 李靖呢也是优秀的乒乓选手 在香港 中国香港队效力多年 原来是广东队的运动员 也曾经进过中国国家队 跟中国人最大价值得 大价值得当上是 自国人最大价值得当上的 大价值得当上的 大价值得当上的 现在这个吴颖兰呢 他气比较壮 因为2比1领先 然后呢把比分追成6平 但是这两个球我觉得有些盲目 就是说把球想的简单化了 我一板过一板发力 反手撕完我正手就冲你 实际上你反手加力过去之后 对方有可能防你直线 其实要需要想的更细 所以年轻运动员在场上容易冲动 一旦冲动了就把问题想的简单化 简单化之后呢 他就有些球呢就超出他的范围 对方怎么能够回来这么大角度 他想不到 这一下三分就没了 打成了6比9 7比9 这样10比7 郑一静拿下了第四局 这场比赛呢稍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双方在这场的决胜局 剑霸男装携手CCTV5为您呈现精彩斯诺克赛事 你能马上回来吗 OK 两分钟 人生或是一次勇敢的探险 或是虚致光阴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突破领悟全新境界 全新RAFO澎湃上市 一起Toyota 好 观众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女子团体 小组A组争夺出现的一场比赛 是由中国香港对中华台北 这是第一盘单打的第五局决胜局 走 那么今天的出场顺序呢 是中华台北郑一静对吴颖兰 黄一化对江华军 陈思雨对杜凯琴 弯了 那么从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就是说中国香港的小将吴颖兰呢 他在场上的就是更有冲击力 也就是说他更在场上显得更主动 积极 那么郑一静呢显得稍微老道一些 但是呢这个 就是说吴颖兰来讲光年轻 有冲劲 这个在场上很主动 这个里面还不足以制胜 有制胜的可能性 但是乒乓球比赛要游勇有谋 不能是游勇无谋 光勇 也不行 所以还要看 中国香港的这个无影蓝 能不能在这种 积极主动的情况下 再多一些智慧技巧 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双方在决胜局的开局 2比2 2比3 3-0 另外两个人的这种特点呢 就是说吴颖兰穿红色上衣 中国香港的小将吴颖兰呢 她是主要以积极进攻为主 这个郑一静呢 她是稳中 有胸 打防守反击的 就打这个先手 然后再攻 她有一个攻防的转换 但是吴颖兰现在就是说 她的进攻是不是更有技巧 进攻能不能得分 如果你进攻 一下第二下你自己丢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一下两下拉不死对手 然后转过头来 正一静 在攻防转换上 她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整个场上的情况 主要是在比这一块 你会把他打开 你会把他打开 然后再打开 然后再打开 先把他打开 那再打开 对手 最后一刻你就是 你自己把他点子 最后一刻你把他打开 放在他中间或者 把他打开 看他最后一刻 反过他打开 他打开了四三分 对手 他插你 然后再打开 让他侧身都不打开 教练在短短一分钟的场外指导 其实这里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你到底在一分钟里 你是能够感动你的运动员 还是调动你的运动员 还是激发你的运动员 还是说让场上的运动员感受到很烦 甚至是一种觉得有一种抵触的心理 这个就在于教练员的水平 有的教练员他不一定说 他的技术上战术上 他有多高的这种智慧 但是呢他有一种亲和力 有一种感染力 他能够感动你 让你在场上觉得 哎呀教练说的真的很对 我应该努力的去调动自己 他也是一种力量 另外也有的教练呢 他就是说在执教的过程当中 他也会很着急 甚至比运动员还急 那么他在现场指导的时候呢 可能方式上不太注意 那么在场上的运动员 比如说两人都急 那就是针尖对卖忙 是吧 那个运动员就显得就我就很抵触 或者是甚至很烦躁 没有起到这种教练和运动员 一种最密切 一个良好的一个配合问题 那么现在正一镜的球呢 比这个乌颖篮呢 显得就是底子厚一些 更沉得住气 他能够稳得住 现在乌颖篮的两下 进攻进攻 两下丢了之后 马上就有点乱了 什么样的失误 也都会随之而来了 凶一下 你凶一下对方反过来 有没有这个准备 线 线 510 这样中华台北的正一镜 在第一篇的单打比赛当中 3比2战胜了 中国香港的小将吴颖篮 在这场争夺小组出现的比赛当中呢 为中华台北先拿到了第一分的胜利 第二场呢 是由中华台北的黄一坏 对江华军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情况 叫我 我正好在直播呢 我看运动 人都是X-MEN 特不非一般的人学 男人绝不像干燥绰斜 全新尼维亚男士水活滋润集团路 零酒精零破坏 解决十大干燥问题 满脸自信 打破常规 尼维亚男士 卖出你的第一步 欧洲顶级俱乐部赛事 承载梦想与荣誉 演绎华丽拼搏 铸锅与传奇 冠军欧洲栏目 由喜丽啤酒亲情呈现 路有多远 只有心知道 最美的旅程 是不断地经历 坚持走下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让心灵 进入一个更纯粹的世界 新BMW5CIOI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红星尔克 邀您关注 ATP牵 上海大师赛 精彩赛事转播 更多体验 更多表现 More and Me 给我更多 红星尔克 中华丽丽 西牌 相信自己 世界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中国香港的老将 江华军 对中华台北的 庞一化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争夺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女子团体小组第二的比赛 根据比赛的规则 就是团体赛呢 是一共八支队伍 分为两个组 每个组取小组的前两名 那么女子团体现在 已经锁定第一名的就是中国队 因为中国队呢 是3比0 胜了中国香港 3比0胜了中华台北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 是和中国澳门 打最后一场 那么这个组呢 就是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 来争一个出现的席位 B组女子团体呢 是韩国队和朝鲜队 来争夺一个小组第二的席位 小组第一呢 是日本队 已经连胜两支强队 就是韩国队和日本队 韩国队和朝鲜队 4 2 4 3 江华军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虽然他的反手呢是生交打法 但是他的实力是 4 2 在世界女子乒乓球上 是在一流的选手行列当中 4 3 另外呢 中国香港女队啊 啊 随着 随着 林玲 帖雅娜的这种退役 所以江华军的担子和责任 也就更重了 是由江华军带领着 212岁的小将 而且小将都是本土选手 像李浩晴啊 吴颖兰 他们都是香港本土选手 7 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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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那是要成熟百倍 但是他的球 他的技术能力 还是风采依旧 因为以前江华军在国家队的时候 在中国国家队的时候 他是李笋教练的 这个组的运动员 我们说这个 名师出高徒 所以江华军呢 应该说也是 一个 很优秀的运动员 10 4 第一局我们看到江华军啊 还是能够打出 就高出对手的一些地方 不一定是力量 也不一定是 这个哪方面 但是他综合的这种 在场上的驾驭能力 是要高出对手 稍后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二局 又说不定是 我优秀的 是有机会 才能够打出 准备 他 有机会 能够打出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江华军 和黄一华的第二局 1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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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呢 是从2013年10月7号到12号 在天津的东立体育馆进行 乒乓球比赛7号开始团体赛 12号产生单项的最后的金牌 那么乒乓球这个项目呢 是在中国香港举办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 被列为正式的东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09年12月的第五届运动会 中国男队是由王浩 郝帅 许新 张继科 雷振华 和刘毅组成 女队呢是由文家曹真 姚燕 侯小旭 饶敬文 杨阳 组成 那届就是第五届的时候 好球 这个球太给力了 打的真的是 这个乒乓球撞击力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 用身体 手腕 再加上合力 弹击了对方一个直线球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东亚运动会乒乓球的一个背景 和乒乓球的历史 其中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呢 是许新大方异彩 拿到了男单 男团 男双的三枚金牌 女单冠军呢是姚燕获得了贵冠 中国队是共拿到四金 中国香港女队呢 在获得了女团混双的比赛的冠亚军 另外呢 日本的石川家纯和福元爱 拿到了女子双打的 第五届东亚会的冠军 另外就是本届东亚运动会 中国男队派出了一老四新的阵容 天津级的世界冠军好帅领衔 有新生代的所有的最优秀的选手 其中有樊振东 延安 周宇 组成了强力的阵容 漂亮 所以这个生交啊 最让人感到过瘾的地方就是 他是属于你发力他发力 你不发力他还能发力 你越发力他越发力 所以老是感觉到你跟他打的时候 你越着急输得越快 全是打在对方的枪口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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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哎呀 想升弹一个 这个球其实江华军是很有把握的一个技术 但是这个弹击 就击打的这个技术 就是要判断特别准确 这个球就是对对方搓的这个加转 旋转估计不足 来 奥 来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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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ив 奥 奥 詃 奥 奥 前两局就打成一平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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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嗨 老奥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局 老奥 这场比赛应该说江华军的整体的实力和水平稍稍要高于对手 但是同样也带来了问题